《慈祐會》 很多人認識慈祐會姚慧文神父 是因為讀過他所翻譯、編輯 一套五冊的《包師高傳》 身於寧波的姚神父 是家裡三兄弟最少的一個 至少已經有志成為神父 不過當時在他所住的附近 都還未有持有會的事業 我們寧波的地方 是屬於顯示會的範圍 沒有赤會 他們有自己姓陀 有自己學校、有自己堂區 都有自己的生女 他們是人愛會的生女 我們每個星期都去姓陀 我沒有年少 那些生女看到我 我家裡有三個男子 我最小的那個 他說 不如送一個兒子給天主 進他們會 我也是他們所創辦的 學校裡面讀書 是讀書我 不過很奇怪 他們的會裡面 一個上輔 他就反對我進他們的會 他說你呢 影響日慈會 很奇怪 他就看到我的性格 看到我的鼻氣 就在一次父親去上海公幹的時候 介紹了年輕的姚慎夫 去到持有會的思高學校寄宿 他被校內歡樂的氣氛所吸引 也加入了秘修院 在1949年來到香港 繼續接受培育 在1952年 當時他就讀哲學第二年 就迎來了人生最大的挑戰 星期三 他就出來 去行街 這樣 星期三 我就去 東巴 那些英語和同學一起去 然後 驚惧 去喝那些甚麼 三十歲 喝那些水 晚上,當晚就不消 不消了,早上醒醒了 你的腳,現在已經不夠力了 馬力兒育腿,馬力兒育腿 那些是小鹽麻痺症 當時沒有任務,沒有任務 小鹽麻痺症令姚神父雙腳無力 需要以輪椅代步 他得到當時聖教中保六六世的特別批准 進度成為神父 以後,除了負責一些比較靜態 好像翻譯和寫作的工作之外 還開創先河,考到駕駛執照 不少殘障人士都冒名而來 跟他去學習基本的駕駛技巧 當作像老師那樣 教駕駛師傅那樣 教他們 就是基本工 就是駕駛 去掉頭 去掉頭 其他那些 我沒有辦法出去 老師那些 叫外面那些 正式的師傅教 我們組織一個商場的駕駛隊 做一些自己工作 去中環局 要繼續奉用於 這位老人家 有些商場的 都有百幾個人 聖誕節 我們就去拍的禮物 駕駛的人 在那些商場養食 我一直去 去到中環局 19年 姚神父雖然在年輕的時候 得到大病 嚴重影響他的活動能力 不過 他也是當中 見到天主的旨意 這個實質是天主的聖誼 我一定都沒有賣魚 天主 因為我發覺 那時候有一個 浪廚 很多人 心中的雞 很多人出門 我如果沒有這個病 我們中 沒有多次 有些人出門 有些人出門 有個好大人 他說 我 那時候很正式 我心中 我說 這個聖誕特別嚴重 因為 因為我失去聖誕 不但是自己 沒有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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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補助